老板,帮帮我,帮帮我 姑娘,你别激动 你先告诉我,你这是怎么了 我要不回我的工资 我求你帮帮我 你要不回你的工资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跟我说说吗 我的工资本来是六千块钱 可是到手就三千块钱 全被那个主管给强行借走了 强行借走了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是他抢的吗 我也没有办法 当初是他把我从农村带出来 来这上班的 我也没有办拒绝他 那是只有这一个月的工资吗 不,三个月 整整三个月呢 三个月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呢 我之前没有用钱的地方 可是现在我爸他生病了 继续用钱呢 可是,可是我去找他 他根本就不理我 他不给我钱 还有这种事情 行,你等我一下 喂,知识馆 你现在来趟公司门口 马上 等他来了 咱们再说 咱们再说 了 你要不要 咱们再说 那我 你是把他从农村带出来了 可是你想一下 他的钱是他通过双手努力挣来的 跟你有关系吗 更何况你们俩还是一个村里的 你想一下 如果这件事情传回村里去 你还怎么能抬得起头呢 你的父母又怎么抬得起头 更何况人家的父亲现在生病住院了 急等着这个钱做手术呢 你是不是应该先把钱还给人家呀 王总我没有钱 我要是有钱的话 不早就还给他了吗 你没钱 你没钱天天开始往往上班 你说你是为了他着想 好那我也为你着想着想 你的工资每个月是一万是吧 那我以后也每个月给你开三千 我看你是怎么想的 你这生活怎么过 王总 我都跟了你这么多年了 你有必要为了一个小员工跟我闹发吗 你也知道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我知道今天才看清楚你的为人 行了 我也不想再跟你废话了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把拖欠他三个月的工钱 全部给他结清 我现在没有钱 拿什么还吗 好啊 我算是真正的看清了你的为人 我告诉你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你这叫老赖 你还要脸吗 你要是不把钱给他的话 你现在给我走人 你是在挑衅我是吗 好啊 那我就把我带来的人全部带走 我看你的工资怎么生存 行 带走是吧 赶快 我相信你带来的人 都是跟你一样的败类 行 你们给我等着 小李 刚才我已经给他下了命令 如果他这个钱不给你还的话 就算我自掏腰包 也会把你这个钱给你补上的 谢谢老板 谢谢 不用谢我 这些都是我管理公司的不当 才会给你们造成这么多麻烦 等我一下 好了 我给你转了三万 你父亲不是生病住院 早期用钱吗 赶紧拿着这个钱 去给你父亲看病吧 老板 这 这不合适吧 合适 非常合适 这些 算是公司对你的补偿了 也算是 对你父亲的一些慰问 谢谢老板 谢谢 我替我父亲 谢谢你了 好了 快去吧 诶 真道的光 照在了大地上 把每个 都给你带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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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好 感谢观看